美国财长叶伦为首排排站 据团体财长峰会周三展开 不满俄罗斯展开亲屋第二波攻势 美英家财长集体离席抗议 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 发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成功命中为远东勘查家半岛的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更亲自作战 视讯祝贺俄军达成任务 拨目的显然是向西方展示威力 普京宣称重达200吨的萨尔马特能搭载核弹头 射程涵盖全世界 他在2018年施射时还强调北约防务将完全失效 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莫斯科在施射前已经通知 而且美国全程追踪 白宫回应藏旋机 公布报导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 军损不断攀升 在国际更面临空前孤立同时 试射显然要警告西方 俄罗斯有能力进行毁灭性的报复 TVBS新闻总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